八十六頁 八十七頁 三十三經 不是 三十二經 三十一經是法 多文 三十二經 三十二經問的是法刺 法師 這個過來都是有很多 我們說的是所謂的名詞 名相 都是比丘來問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是多文 第二個是什麼是法師 第三個就是什麼是 這個 法刺 法相 那麼 第四個是什麼叫做見法涅槃 怎麼樣得見法涅槃 第五個是什麼叫說法師 三十一經到三十五經 基本上就是五個名詞 我們說五個名相 好 那現在看三十二經 那 他說佛 在 這個 奇眼金色 那 有個比丘 來問佛 佛 他說 那麼 世尊 就如世尊常常在說 法師 法師 那什麼叫做法師 好 佛就跟比丘講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你今天 你今天 知道要來問 如來 什麼叫做法師 那 意思是跟他講說 那你現在想要知道 什麼叫做法師 是這樣嗎 那比丘就說 那比丘就說 是的 世尊 佛就跟比丘講 好 那仔細聽 那麼好好想 一般就是地聽地聽善師念之 當為奴縮 那這裡就是簡略 就只是講地聽善師 當為奴縮 那佛就跟比丘講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什麼是法師呢 這個對我們來講 根本就不用問 什麼是法師還要問嗎 這個佛就跟比丘講 假設 對於社 這個跟前面其實 多文是一樣的 就於社 生焰 離欲滅禁 即禁法 世明多文 現在又把它說 於社 生焰 離欲滅禁 即禁法 世明法師 我們你會不會覺得奇怪 多文 文這個叫多文 法師這個又叫做法師 很簡單 那麼多文是多文什麼 多文這個法 那什麼是法 就是教你怎麼得解脫的 這個就是法 那說法 那說法 要說的是什麼 才叫做說法 就是法師是說法的老師 說法的人 教你依法修行的人 這個叫做法師 所以那要說的是什麼法 就是教你怎麼得解脫的 那麼這個是法師 所以如果我們跟三十一經對照 你會發現到 那問佛陀 什麼是比丘 他也說 聞這個五蕴 能不能夠從五蕴裡面 那麼不止取 那麼能夠得到 知道五蕴無我 能不能得解脫 如果我們簡單講 白話一點說就是這樣 能夠知道五蕴無我 能夠依 依這個所聽聞的觀照 無蕴無我而得解脫的人 那麼這個叫做多文 基本上就是 人得解脫 人相解脫 那麼你這樣多文 文的一定是法 那法師就是說法的人 那麼所以叫做法師就是說法的人 就好像說藥師 那什麼叫藥師 那能夠知道給你配藥的人 那什麼叫醫師 能夠給你醫病的人 很簡單 所以他這裡講 這法師 真正的法師就是 人說法 那說的什麼法呢 就是說的離苦解脫之法 那所以他這裡 跟前面那個文法的法是一樣的 若於色 能夠說事 生焰 跟前面能夠聞 聞這個五蕴 而能夠生焰 離欲滅盡 那我們說阿含經裡面 主要的一個叫做焰離欲滅盡 一個叫做未患離 那基本上都是 向解脫的 那麼依之而得解脫的一個 簡略的一個步驟 那所以 他說 說是 說這種 生焰離欲滅盡 極盡法者 是明法師 那這簡單說起來就是 能夠讓你向解脫的 能夠說 能夠讓你依之得解脫的法 那麼這個就是法師 若於受享形式 說是 焰 離欲滅盡 極盡法者 是明法師 是明如來所說法師 就是 由於他的說法 而能夠讓你離苦得解脫 那麼這個就是法師 也就是佛教佛陀說的法師 意思就是法師要說法 說的是什麼法呢 當然就是讓你離苦得樂的 那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 那什麼 什麼才是說法 後面也有講 什麼才是說法 其實就是 能夠讓你離煩惱的 能夠讓你知道 叫你怎麼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斷除煩惱的 這個就是說法 就是重點在 那個法 那什麼是法的問題 所謂文法 說法 那麼包括 後面的法赤法像 知法 見法 那麼這個法 重點在這個法 好 所以這個是 所謂的文法跟法師 說法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 佛所在告訴你 如果文法要文的是什麼法 如果說法應該說的是什麼法 其實是這樣 好 那 三十三經 有一天 有一天 在祈願金色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比丘 又來到金色 那麼 問佛 就頂禮之後 問佛 世尊常常在說法赤法相 因而法 因而法赤法相 那 這個 佛中 比丘講 善哉善哉 那 其實這個 就是 他的 他的說法都一樣 就是換一個名詞而已 那 你現在想知道什麼叫做法赤法相嗎 比丘說 是的 是尊 比丘就跟他講 好的 你仔細聽 那麼 好好 聽清楚 想清楚 那我現在為你講 比丘於色 色後面就是受想形式 合起來講就是於無韻 那 相 焰 禮欲 滅金 是名法赤法相 那 這裡的重點在於 也是 這個法 如是受想形式 相焰 禮欲滅金 好 那 這三個 那包括 第後面三十四經 我們先被 把它 我們先被把它看過 等一下再來一起講 那 第三十四經 講的是什麼 前面都一樣 什麼叫做 見法涅槃 因而比丘得 見法涅槃 那麼 法赤法相就是 其實就是道 依這個法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依這個法 而能夠得解脫 那 什麼叫做 得見法涅槃 那 這個 佛就跟比丘講 那 什麼是見法涅槃 於色 生焰 禮欲滅盡 那 後面 有多一個 就是 因為他見法了 得涅槃了 不起豬肉 心正解脫 世民比丘得 見法涅槃 瘦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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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樣 好 那 這個 後面 再看三十五經 就把這五部經 其實都一樣 我們再看 等一下一起講 有一筆丘名 三迷離體 這個密跟迷一樣 其他的經 寫迷 迷陀的迷 印譽的問題 然後來到佛 其他都沒有講是誰 那三十五經有講 這個是三迷離體 那 什麼叫做說法師 那這個跟前面的法師一樣 其實法師就是說法的 那 所以他 他講的其實 這個法師跟說法師其實是一樣 還是說 還是 說這個 厌离遇滅盡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五部經 其實應該是四部 第一個 文法 什麼叫做多文 多文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是 法師 第三個是法刺 法相 法刺 法相 第四個是 建法虐盤 主要是這四個 然後第五個是說法師 其實跟法師是一樣 說法 是 好 那麼 那麼 重點都是有一個法 多文就是 文法 多文正法 法 刺法 這等一下再來講 然後建法 好 那麼這裡說法 好 重點其實都在說法 那這個法是甚麼 我們如果這樣看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他底下的標準句都是 五韻 我們來看 他說 他說 於色 於五韻 於五韻 五韻就是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事 就五韻 於五韻 好 與五韻 驗 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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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遇 灭尽 这五步经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问题的核心 这个是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它这个是方法 厌 离遇 灭尽 我们如果这样来看 会让我们联想到什么 你看这个会的联想到什么 是 四欲流之 四欲流之 你看 对 四欲流之 一路胜流的四个次第 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有法随法行 而得什么 得见法涅槃 基本上是这样 这里前面就是 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这个就是善事 清净善事 我们来看 比如说 第一个是清净善事 清净善事 这个善事就是善知事 什么是善知事 能够让你得解脱的就是善知事 那个是什么 就是法师 说法的人 那么 因就好像佛陀 佛陀是大善知事 那佛陀 佛陀之所谓是我们的大善知事 是因为佛陀跟我们说佛法 佛法就是解脱的方法 让我们离苦的方法 其实是这样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佛陀子 是不是 那佛陀子又有两类 一类是已经得解脱的 一类是还没得解脱的 但是你因他的说法 你可以得解脱 你因他的法得解脱 他没有解脱 但是他可能跟你说法让你得解脱 是可以的 那就是说 所以这个 那怎么是解脱法 那么 你之所以没有解脱 根本是因为什么 你有我见有我爱 所以他教你怎么去我见除我爱 那么这样 给你一个去我见除我爱的一个痴行次定 那么他基本上 就是叫做法师 就是善知事 那亲近善知事是为了天文正法 亲近善知事是为了天文正法 那他之所以善知事 之所以是你的善知事 是因为他可以带领你解脱 那他带领你解脱 并不是他让你解脱 而是他说法 你依法得解脱 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这样 亲近善知事是天文正法 那么你透过这个天文正法之后 那么中间是什么 如理思维 所以他不是都叫你地听地听 善知念之吗 其实你听了我之后 要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之后 这中间他都有叫你 你看 很好很好 你这样来问 地听地听善知念之 有地听善知 当未如收 这个就是我们之后的地听善知 善知念之 地听善知 或是善知念之 善知念之之后要怎么样 要法 赐法相 法赐法相 其实就是像 这个 赐法 像法 这个法跟赐法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法就是什么 涅槃 法就是涅槃 赐法就是什么 赐法就是八正道 也可以讲 厌离遇 透过这个方法 那么怎么样 透这个赐地的方法 以这个赐地 那么得到 这个法 以这个 以这个 我们可以讲 以这个方便法 而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法是涅槃 赐法就是什么 赐法就是八正道 那一般来讲 就是 依八正道 得涅槃 那这个法赐法相 另外一个 翻译叫做什么 法 水法行 法 跟水法 行 其实就是 依这个水法 就是行这个水法 而得这个法 那基本上就是修行 就是你 依八正道 依八正道 得涅槃 那么赐法相 像这个赐法 依这个法 而向这个法 一样 它是 意思是一样 那这个就是 不管你叫法 水法行 那么行这个水法 而得这个法 或是 依这个赐法 依这个赐地法 而得到这个法 法都是涅槃 那如果是 大圣的话 这个法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那这个赐法 就是什么 六度波罗密 那 解脱道的话 我们就可以讲 它是三学八正道 那 这个 这个大圣的话 就可以讲 它是六度四色 那 得无上正等正觉 那 得 建法涅槃 所以你看 它就是一个赐地 那么 你 因这个善知识 法师 而听闻这个正法 不过他把多文 放在前面就是 依这个法师 而听闻这个正法 依这个正法 而修这个正法 依你所听闻的正法 而去修学这个正法 依你所修学的正法 而得到这个法 建法涅槃 它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 后面它 又另外说了一个 三米离体 说法师 就是 你要说的法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法 那 这个叫做说法师 基本上 三十一经到三十五经 那 通常它是用这个 它这里都是用 燕 离遇 灭经 那么燕 当然就是燕离 燕离这个生死 其实就是要发出离心 那 为什么要燕离生死 因为生死有苦 生到死之间 我们才有讲过 生到死之间 有种种的苦 老病死 愿正会 爱别离 求不得 种种的苦 那 所以 生到死之间 有种种的苦 这些苦 是由种种的业来 有业就你不得不受苦 业是由烦恼来 种种的烦恼 烦恼叫做贪嗔痴 这些烦恼 最初它都是由无名 跟贪爱 无名跟贪爱 那所谓的无名跟贪爱 其实就是我贱跟我爱 其实是这样 所以根结都在我贱 那我是什么 我就是五蕴 你看 它就是这样 你看 这样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没关系 就是 我用所有的大家都知道了 夜 夜 是由烦恼来 所以缘起 往前推 就是无名 行事 明色六处 处处爱取 好 烦恼是由什么 烦恼是由无名跟贪爱来 根本来 根本的烦恼是无名贪爱 无名就是不知无我 贪爱就是 因为不知无我 而对我直取 贪爱 所以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又有众生 那 所以 因为这样而有我 而有烦恼 烦恼是造业 造业受苦 受苦 造业就要受苦 苦就是有这个身心 五蕴身心 苦就是有这个生灭的五蕴身心 就是有这个五蕴就会受苦 所谓五蕴赤胜 苦 苦基本上 我们综合起来讲 叫做五蕴赤胜 就是有这个 从生到死的身心 五蕴的身心 五蕴的身心 从生到死就产生苦 那你对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这样的一个苦 产生厌灵 就要出离 那你要出离生死 才能出离苦 那要出离苦 必须要出离夜 夜烦恼 要出离夜烦恼 必须要出离什么 无名贪爱 那无名是对五蕴 直取 贪爱是贪爱这个五蕴 所以他基本上要从 对这个五蕴 你看 色 受 想 行 事 第一个 先想要有出离的心 然后要 首先第一个 要离五蕴 然后你就是离这个贪爱 最初的 要离这个贪爱 五蕴的贪爱 那个叫玉滩 然后离什么 色滩 不是色滩 那我们说过 正出国 要先离这个我见 他还没有离玉滩 然后离了我见之后 就是这个无名有两个层次 分别我见跟巨神我见 出国就断分别我见 但玉滩 最低的玉滩 要从三果才能断 但是不是从三果才离五蕴 不是 你要先 你要先离这个玉 然后 一般你要先离这个玉 那么离玉之后 你在那个玉的系浮 不大的状态下 你才能够断分别我见 断了分别我见 妈妈妈妈妈 因为你那个直取不生了嘛 所以系浮不生 所以断分别我见的状态下 你又 渐渐断了玉滩 在玉滩的状态下 系浮又更 更 更什么 更 更没有那么紧啊 系浮没那么重啊 你又在 断玉滩的状态下 渐渐断什么 色滩 无色滩 以及断什么 巨神我见 他是这样啊 那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 那么 正出国 这我爱跟我见嘛 正出国的 断什么 分别我见 然后二国 饱滩真吃 三国 断什么 断玉滩 玉滩跟撑 分别我见 就是断身见 就是前面展的 色滩就是我 身见 然后到了阿罗汉 四国 然后又断什么 巨神我见 跟色滩无色滩 色滩无色滩 那二国就是 饱滩真吃 就是知道了 然后就开始 那么在这个之前 你就要什么 离五玉了 离五玉 你要 你要先离五玉 因为你 玉戒 玉是藏道之法 那尤其是五玉 所以你看八观摘戒 他也是叫你修离五玉而已 在家写 在家修出家法 就是在家要修解脱法 他必须要受持八观摘戒 要离五玉 那所以 你在这里就开始 要离五玉了 那离五玉之后 离五玉之后 你断这个分别我见 在这个五玉 戏服不生的状态下 断这个分别我见 由断这个分别我见 他还有五玉哦 但这个五玉已经饱了 已经饱了 所以 他五玉 已经饱了 所以 因为五玉不中 所以贪称吃就饱嘛 那因为我们通常贪称吃 是因为 饱贪称吃 是因为五玉的追求 那么能够获得就贪嘛 贪这个五玉啊 不能获得就称嘛 其实是这样 就贪称吃 所以 他在断分别我见的状态下 他的贪称吃就饱 然后他渐渐还要再修 他不是要饱玉滩而已 还要饱色滩 无色滩 然后就这样修 把这个玉滩断掉了 跟称就断掉了 所以他还有我慢 维系的我慢 巨生我见 无名 没有断 所以 再进去修 就把巨生我见 跟色滩无色滩断掉 这个时候就得见法涅槃 那如果我们讲 焉离欲 这个灭尽就是得涅槃 极尽嘛 那要先从出离心 出离心要从出离五玉开始 然后再出离什么 色滩无色滩 然后在这个状态下 要不断的观察思维 色受想形式是 无我的 就是你要不断的观察 色受想形式的无我 那从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 当然 如果我们要讲详细 它就是八正道 就是从厌 离欲 这样开始来讲 这是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 以慧为主 然后正见正思维 引发的 你了解 然后开始 正与正业正命 在生活上 正与正业正命 就是你有正见的生活 那什么叫做 有正见的生活 不贪无欲的 不懒着无欲的 那一般说的就是 像莲花出乎你不懒 在这个无欲 无恶无痛无梢的世界 你能够正见 不懒着这个无欲 不应这个无欲而起 照做三恶道德业 然后就这样 渐渐渐渐的往上修 往上修 其实是这样 正与正业正命 然后再往上 正经经正念正定 然后就得见法内法 其实是这样的 那这个从三十一经到三十五经 三十五经它多了一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开来看 也可以把它用起来这样 那么也可以说 这个说法说的就是这一些 基本上可以这么看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因为它这个编排 一定有它的目的 那可以这么讲 那这个其实前面就是 四欲流支 前面就是四欲流支 一二三四这些法师 清净善事听闻正法 然后地听善事如理思文 然后法随法行 然后因法随法行 而得这个法 就见法 那你说法就是要说这些 好 所以我们说 我们有时候读经 要贯通就是这样 要汇通 那么基本上 这一些三十一经到三十五经 看来是一个名词 其实就是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解脱及解脱的方法 那就是 其实我们简单讲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就是苦即灭道 就是你要离苦 厌离这个苦 那怎么样厌离这个苦 要有方法 要有正确的方法 叫正道 那正确的方法 有八个叫八正道 那这个有三个 厌离灭境 那么我们也可以讲 它这个是赤法 或随法 或是三正道 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它是简单的讲 好 所以 它后面有一个记 它其实就讲这五部经的 好 多文 善说法 所以它把 这个三明尼体 问云和说法 诗 就总说 说这一些的 好 这个是三十一经到三十五经 好 看三十六经 好 它说 八十八月 它说有一天 在竹岭金色 这不经就多一点点 也不很多了 那多一点点 他说 在 王舍城 摩基陀国的王舍城 迦兰陀主演 是迦兰陀长者 献的地 跟己孤独远一样 己树 孤独长者 其树 就其陀太子的树 己孤独长者的远 己孤独远 那这个 这个是迦兰陀长者现的 那么 竹远 因为都做完竹子 那如果我们去印度 竹远金色 基本上 竹远金色 基本上都 看不到 还有一些些的遗迹 其眼金色 就还有一些保留 很宽大很多砖头 那竹远金色 基本上 已经不晓得 就比较没看见了 那更早的 好 但是它是佛第一个道场 这个时候 舍利佛 在 其舍 学 山中 在灵鳩山 那 应该是 大家舍 舍利佛 目见连 都是王舍成 都是在王舍成的 这个时候 有长者子 名 苏吕纳 那这个苏吕纳 那 一般来说 有两个苏吕纳 就是 一个叫做 这个苏吕纳 又叫做苏罗纳 那 一般翻例做 这个二十亿耳 把它翻例做二十亿耳 不过从经典里面来讲 那 也有两个二十亿耳 那我们说到的 这个二十亿耳 基本上是 有一个精进第一的 非常精进 然后佛跟他 他想要还属 那佛跟他 讲 你在家学什么 就是弹琴 那跟他讲 不挤不缓的中道 那这个二十亿耳 我们比较熟悉的 好 那一般来讲 有两个 一个叫做精进第一的 二十亿耳 一个叫做善词第一的二十亿耳 善词就是很会 很会说话的 善于延词 叫善词第一 有这两个 二十亿耳 苏里纳 或叫苏隆纳 苏里纳 就是二十亿 这个是翻译 那 有两个 或是说 基本上 好像这两个 是不一样的 精进第一的 或是善词第一的 照理说 应该是不同的 两个人 那 在 印度 同样名字的也蛮多的 有时候会 就是说 同样都叫那个名 也蛮多人的 但是 就是 我们 所知道的 就是 这个二十亿人 应该大概有这两个 那他的翻译就是 他的音译就是 苏里纳 那 我们可以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這個 六路處202經 看一下 對照 六路處202經 我看第幾頁 我們看一下第幾頁 215 看215頁 這裡有一個21頁 也是在王舍城佳蘭陀主演 215 六路處202經 215頁 那這個就是 這裡的21頁 就是精進第一的21頁 這是一般我們說的 佛陀跟他講 他很用功 然後非常精進 但是怎麼修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正道 所以他想還俗 佛就跟他講 那你過去都修些什麼 彈琴 就是在這一經 好 讓大家先知道 那翻回來 但是這裡 沒有翻21頁 這裡就翻蘇里納 那這個跟那個不曉得 應該不曉得是不是一樣 因為這個蘇里納 他就是21頁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 因為他聽完了之後 就正出國了 得發驗禁了 那後面202經那個是 怎麼修怎麼修 這個是215那邊 我們先看一下 看215 看到最後 他最後就得阿羅漢 有沒有看到 告訴他怎麼彈琴 但是這只是說最後的最後 他心得解脫 那麼你看 他只是念什麼 念世尊說彈琴的批 把那個心 把那個心變得不是那個擠而已 那後來他就這樣得解脫了 正阿羅漢 那我們一般講的 六路處常對不能動其心 其實就是21而講的 看216頁 後面他解脫後說了一個祭 那這個祭其實很好 你一直背這個祭 然後就這個祭裡面去觀察這個世間 六路處常對不能動其心 心腸柱堅固 地觀法生命 那他前面有稍微說 就是你對於這個 眼耳鼻者神 你所接觸的這個色身相位處法 這個就是六路處常對 那麼對於色身相位處法 你只是知道 你看到他的變化 你看到他的內外好外好醜善惡 種種這一些 你看到他的過去 現在未來內外出息好醜緣去 好像這些 但是你的心 那麼並不會對他止去 你知道他好 你知道他不好 但是你的心都不會動 因他好跟不好而動 就是勞動 起煩惱 很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這種 其實你就念這個祭然後常常訓練 六路處常對不能動其心 我們一開始是一直在動 好跟不好都會動 好就起貪 不好就起撐 其實是這樣 那你常常訓練 心 你不是不知道 你正念正志 你知道但是心不動 你知道他罵你 但是你不會生氣 這一切就是因為他的煩惱起作用 他的無名起作用 你知道他讚嘆你 但你也不會動 所以後來慢慢你就說 八風吹不動了 就有一點類似像這樣 漸漸漸漸 那你感受到 你是感受到 你不是沒有感受 你感受到 你也知道 你也認知到 你知道他是在罵你 而不是不知道的 那你也感受到他的惡意 但是你的心不為之所動 那這個要訓練的 但是你如果有覺察 你就漸漸漸漸不為之所動 你也知道 這個人不懷好意 你也知道 這個人惡言惡意 你也知道 這你就都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 就好像 如來 他也知道提伯達多 對他不懷好意 他也知道 這個 其他的人 對他非常的恭敬 但是他對於這一些 撐機回憶 那外道來毀謹他 外道來威脅他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外道威脅不了他 但是他也不會因為外道威脅他 他生氣 那不是他知道 因為本來他就是外道 他就是這樣 他這樣的心 這樣的煩惱 他就導致這樣的行為 這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那有什麼好生氣的 那他慢慢觀察這個世間 他都是如其事實而知 如其真實而知 那這一切都是緣起的虛妄的 他只是暫時的因緣 那麼你慢慢慢慢這樣訓練 這個是二十億兒的 那二十億兒解脫之後 他告訴我們這樣的修行方法 他講了很多 但是 重點是後面這一句 六路出長對不能動其心 心腸鑄堅固地觀法生命 好 我們再放回來 就是我們看到二十億兒就順便 順便講 可以對照 對照看 好 那這裡是蘇如娜 我們看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但是 我們大概也理解一下 他說 一樣在靈鳩山 那麼這個時候有長者子 如果是精進第一的 二十億兒 它是央且果 張波城的長者子 央且果 張波城的長者子 那麼 它叫蘇如娜 其實就是二十億兒 日日遊行 到騎舍決山 那 基本上 出家中有兩種 一種 一種是 就是住在一個地方的 比如說住在王舍城的 住在奇岩金社的 那一種就是遊行生 走到哪裡 就住哪裡 那不 不常常住在那裡 那有些甚至有偷偷行 不在一個地方 住超過三天 或是兩天 沒有 就是遊行 走到哪裡 住到哪裡 那日日遊行也有可能是 這個叫遊行生 另外也有可能就是 它天天都是拖波 七十 這個也是 一種 那有些是人間住的 有些是阿蘭若住的 好 然後到騎舍決山 靈鳩山 去見舍利佛 因為這個時候舍利佛在靈鳩山 那舍利佛不一定跟佛都在一起 那麼問性取居 雀作一面 就跟舍利佛說 這個時候對象不是佛 而是舍利佛 那麼 問舍利佛 若諸沙門婆羅門 他說 於無常的色 那這個無常是在形容這個色的真實面貌是無常的 這個色其實是無常的 那對這個本來是無常的色 那無常的色它就是 什麼叫做無常 它有身住意滅 它會變意嘛 就是有身有滅 這個叫無常 無常就是身住滅 這有為的嘛 有為的無常的法 那個叫做它有身有滅 如果不身不滅那個就不是無常的 那麼色受想形式 無運其實都是無常的 有身有滅的 從我們的生命現象來講 它叫做生老病死 那從這個刹那刹那的不同來講 叫做生住意滅 就是心法 那麼從這個身體 我們看得到的叫做生老病死 那從這個心裡面去觀察 刹那刹那生命 我們會發現到它有身住意滅 其實是這樣 那這樣來講就是知道 這個色受想形式都是什麼 無常的 其實是這樣 那本來應該是無常的色 它有身住意滅的 生老病死的這一些五運 那它是一個一個講色受想形式的 但是我們其實合起來看 就是 就是 其實就在講我們這個身心 因為重點在除這個我劍 那我就是五運 那對這個色法 就是這個身體 它是無常便意的 不安穩的 這個都叫做穩 因為以前這兩個是同一個字 穩跟隱是一樣的 都保留寫這個隱 隱藏的隱 那其實就是穩 安穩的穩 不安穩 不安穩就是會變的 它不會一直保持同樣的狀態 所以它不是住 住就是安穩 住就是安穩 就好像前面講的 心常住堅固 就是安穩 心很非常的穩 穩定 觀察 它不會隨之變動 不會隨著境界而變 那個就是安穩 那就是住 那但是色受想 就是身心是不斷在變動的 簡單講就是這樣 這個身體不斷的在變動 那後面是這個心 其實是五運 對於五運赤身 就是五運像火在燒 不斷在變動的 變化的 那麼 而講 我勝 我等 我烈 那我勝 我等我烈其實就是我慢 因為有我見我愛 那麼它表現出來的就是所謂的我慢 那我慢是比較微細的 那我慢 我慢的概念就是 有三個 以我為主的 那麼跟外 跟外界有對比 那麼就是什麼 對比它基本上就是我勝 我等我烈 我比你厲害 我比你優秀 我勝 我等 我跟你一樣厲害 那我烈 我很差 我都不如你們 這個叫卑劣慢 我還是我慢 通常都是我 不管是我勝 我基本上是這三個 那後來阿比达摩 把這三個又分細一點 就分七個 就是七慢 那七慢 等下我們再來講 那有所謂的慢過慢 慢過慢 我慢 然後有真善慢 卑劣慢 還有邪慢 就把這個我慢分成七個了 寫一下好了 講到我慢 一般來說 他就是三個 我見我愛 他比較維繫的 就是我慢 所以我慢是最後才斷的 阿羅漢斷什麼 色灘 無色灘 釣舉 慢 無名 那個無名就是聚生我職 聚生我職 聚生我職 那出國斷的是分別我職 好 那還有這個慢 就是有這個維繫的 與慢未盡 這是慢 好 那這個我慢 我們表現出來的 在阿蘭經裡面 基本上就是我聖 我等我列 就是我聖 一定是聖什麼 聖他嘛 那我等 我跟他一樣 那我列 我列於他 我聖過他 我跟他一樣 我列 那基本上都是跟他對比 好 那麼在 這個是一般講的三種 我聖 我等我列 那到了阿比達摩 應該說後來的部 論詩 就把這個又分細了 就是 煩惱也是這樣 就是很多名字 大概就要細分了 要分別嘛 那就講得越來越細 基本上有三個 有七個 就變成七慢 這個是三種 三慢 後來變成七慢 那七慢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 所謂的慢 那慢 其實就是 一般 如果七慢裡面的慢 基本上就是 我聖 自己超過其他的人 然後第二個是 所謂的過慢 慢 慢 過慢 那這個慢就是我聖 那這個過慢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他自己從這裡再分的 那過慢 然後第三個是 慢過慢 那這個沒有解釋都不知道 這個沒有解釋大概可以知道 這個沒有解釋大概可以知道 慢過慢 那第四個是 所謂的我慢 第五個 第五個 第五個是真上慢 第六個是悲慢 有時候叫悲劣慢 就老是覺得自己不行 自己不可以 自己沒辦法 第七個是邪慢 好我們先下課 等一下再來講